葛逢春陪着笑 啊 也感情是 他又给刘庸添酒 又忙命人递热毛巾 亲自捧给傅康安说 两天一夜没合眼 打了仗 又接见士绅犒劳下人 必定是累了 待会儿奴才杯也去 他官场上历练出来的人 最能官风茶色的 已瞧透了桌上的尴尬 话没说完 若叙若止 停了下来 放了壶 过去喝腰 轻轻给傅康安捶背 傅康安由他揉捏了几下说 不必了 论理 你原该这么着侍候 这是山东孔家定的 万年规矩 是大清列祖列宗 遵循不遇的制度 小葛子还是小事啊 不像有些王八蛋 头储得聪笔似的 等着吃法酒 刘庸看他神气 知道他历时就要发作了 钦差身份侍卫本事 少爷脾气 一起来 不知闹到什么光景 遂笑说 给福爷 换艳艳的普洱茶 最是行酒提神的 诸位 你们也要明白 鼓脚一响 黄金万两 昨夜官军也是出动了的 而且是百余里奔袭 藻庄这边 留守之应的人 还勤了给蔡七 放火报信的奸细 有功不赏 往后有事 谁肯出力卖命 我是真没想到啊 诸位 竟这般乐啃 竟在这里 和我刘庸 闷葫芦打擂台 首席的崔文氏 早已如坐针毡 红着脸叹息一声说 不是小人们不识抬举 崔家 梁家 宋家 是首富不佳 但今天来的 都是族里长辈 当事管钱管账的子侄 都去了草营 那里地下又出了煤 得各家公分明白 爷要八万两 这不小说的 我们三家各一万五八戒 他们五家共摊 这点主张还拿得 这见护矿队也是好事 却是长相长力 每月定之多少 请爷们试下 回去告诉管事的 由他们商着 这么着成不成啊 原来如此 福康安这才明白 这些矿主们虽然地处偏僻 其实与各地航商往来已久 见识不亚于 晋省算盘江宁等 精明过于胡广老客 只是地处乡野 疏与政府往来 不晓得朝廷的厉害 才敢这般的胡弄张志 阴冷笑一声说 哼 看不出来 早装还有几位如此高人呢 廖迪在先 知道了言无好言 自己躲在后头 派不管事的来敷衍周旋 冯春 拿你的名次 去请那几位当家的人来 你是铁公鸡 我有钢钳子 看是谁硬过谁啊 葛冯春 哀的答应了一声 便叫来人 刘庸却怕 好好的一场喜言 搅得力气出来 白手止住了 笑说 嗨 何必这会儿去呢 他们也当不得 这个请字 冯春啊 曹营那块地 既有梅苗 要官征 不征给私人 他三家占了 这五家怎么说呀 还有别的矿主也要调停 几个人罢了去 算是怎么回事啊 葛冯春目光一闪 灼然声光 刘庸这一记杀手锏 真是狠到了急处啊 而且正正地 打在了三家人的天灵盖上 为曹营这块地皮归属 梁 崔 宋三家 从县到府道 一直运动到翻丝衙门 花的银子 见三个护矿队 也绰绰有余啊 如今轻轻一句话 全都抹得干干净净 自己现在把家拆了 葛氏张客家 断了脑袋 死无对证 爽爽利利的两袖清风 可那边就坐着 葛笑话和张客家 都是一伙 葛笑话不但在省里 三思衙门兜得转 北京军机处 阿贵也和他颇有渊源 种种人士 混搅得乱如牛毛 想着 心里知犯嘀咕 偷瞧了东西一眼 果见葛笑话 已移步过来 想说什么 又咽了回去 葛笑话对刘福二人 略施一功 转身搬起脸 对一桌霉伤咬主说 我在那边已经听你们多时了 太原 大同 唐山 辅顺 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 把你们平日讨好八戒 长官用的银子 填满贿赂衙衣们的出巷 驶到这里 只怕就绰绰有余 再说了 这里离这封县百十里 县衙不在这 鹿营不在这 刘大人 福大人是钦差 还有多少大事要办 难道能住在藻庄 常年替你们护矿 平日你们各矿也有护矿的 集中起来 防着出大事 哪一样不为的大家好 糊涂啊 我们出 我们出啊 八个矿主一下子 全部灵醒过来 参差不齐地说 各位爷这么关爱体恤我们 再不是大体 我们还算是个人吗 为首三家 也都连连道不适 崔文氏说 哎呦我老糊涂了 这样的好事 崔国瑞怎么会不同意呢 宋少卿说 我可以做得了主 太尊太爷华下道来 明天就做起来 梁君少校说 绝不辜负 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 这件事办定了 下手 冯唐葛刘虎 武家 便也参差不移 附和领尊献命 我们为崔老先生 马首是瞻 这样一来 原本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 顿时松缓下来 亭里亭外的人 都疏松了一口气 刘勇咀嚼着 葛孝祖的话 竟是玉品 玉有盐外余味啊 杨笑着想说什么 福康安已经起身 黑然笑道 还是打仗省心呢 如今的事 爹不认娘不认 君父百姓都不认 就认孔方兄 崇如 战俘还没有清理 省里那边的回文 也就要到了 只怕他们也要来人呢 咱们回花厅 稍微休息一下 有些事还得记 刘勇便也笑着起身 葛逢春笑说 我背福四爷回去 说句良心话 在外头做官 都是人服侍我 都忘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了 多少年没有背我的少主子了 今儿真得像个奴才样了 说着便俯身 罢了吧 有着心就好 就算主子骑过你了 你留下来 和你们太守他们 意下方才的事 过去啊 给我回话 说着 徐步出庭 黄富阳人精子 混在牙医堆里吃酒 见他们出来 便忙起身相随 满院的牙医们 黑乎乎地站起一片 福康安在石阶中间 停住了步 他的神情 呼得变得 有点茫然若失 定了一下神 说 弟兄们打赢了仗 得彩头领赏 那是理所当然 比你们平日 敲拨勒索 贩夫 挑夫 小本经营人家 得银子 要干净体面的多 但事上的事 谁能说得清呢 得赃银的 也许平安无事 得干净功劳银子的 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啊 嗯 没有多的话 这个账不大不小 以军功一续 愿意加入军级的 可以自报 把名单给我 不愿的 不加勉强 仍旧论功行赏 说吧 手一摆去了 刘勇等人忙都随步跟上 此时 已经有味石牌 正是日进临烧 圈鸟飞归的时分 花亭西畔 是一带茂密高大的鱼林 枝叶避空遮住了晚霞 降落的太阳 像刚入锅的荷包蛋 没有凝固的淡黄色 懒洋洋的 透过林凤之鸭 洒落在膝窗上 窗纸隔着 光线更加忧淡 乍从正厅沿袭 来到这个所在 格外的静谧深邃 窗外墙脚下 纺织娘音音的鸣声 都听得清晰 二人回来 脸色都有点沉郁 刘庸稳身而坐 打火支支地抽烟 福康安将两只靴子 都甩了一边 脚蹬在桌档子上 羊脸躺在安乐椅上 看着天棚 手抚着长满短发的前额 似乎在闭目养神 又似乎在 深深思量着什么 刘庸磕颗烟灰 问道 姚脸 你在想什么呢 福康安居然开幕 叹道 唉 我在想 阿玛不容易啊 他老人家 君政民政 理财治安 都是全挂子本事 我是看着他白头发 一天比一天多 每天满脸眷容 有时连脚步都亮腔蹒跚 心想 宰相邪里阴阳 百官各有所思 何之于事无巨细 样样公亲 把自己累得那样 今天 我觉得长大了许多 他撑着坐直了身子 像是吞咽什么似的 自嘲一笑 就这场沿袭 蜻蜓点水 略有一处 我觉得比昨夜打仗 要费心得多呀 葛冯春是我的奴才 葛笑话是阿贵旗下的包衣 这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对 阿贵和我家是世交 吉小兰正蒙圣宠 也和我家有至交后裔 吉小兰的事是不能约束家人 阿贵的奴才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葛冯春想当好官 一家人闹得斩头洒血 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 我家奴才放出去做官的 有十好几个 大的做到涅台 小的也是县令 难道要我一个个 去帮他们料理家务吗 刘庸咬着下唇没言声 暗烟掏火时 人精子盲晃着替他燃上 淡青色薄纱一样的烟 历史又鸟鸟在屋里飘散 福康安悠悠地说道 王阳明说 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 真是半点不假 他沉思着 口风一转 忽然一笑说 说这些干什么 说说写暴劫折子的事吧 你看怎么写 当然是你主笔 刘庸笑说 这个自然 我想调度指挥 全奸全胜这个功劳 谁也不能和你争 我只是个参赞 善后事宜 向组建护矿队可以以我为主写上 葛冯春大意灭亲 率牙役随同作战 这个也要写足 既功亦序 以下是列明宝举 陆营管带陈化荣 侧应围捕有功 要和葛冯春一例 葛笑话 他没说完 福康安便打断了 他有什么功劳 迎接我们回来一块吃酒 刘庸无可奈何的一笑说 姚林弟啊 你没有听出来 这个葛笑话 可不是斩省油的灯啊 我们说了那许久的话 他稳坐钓鱼台 一说曹营煤矿收官 他就过了圆场 话里套话 建护矿队是敷衍我们 因为我们不能常住藻庄 各家把原来户矿的 都集中起来 我们一走 自然都再分散回去 还有什么八戒长官 贿赂衙役使银子 都是说给葛冯春听的 偏使话里 连一点错漏都没有 你说这角色厉害不厉害 他手里准定 也有葛冯春的把柄 我们屁股一拍去了 葛冯春在这里做辣吧 福康安冷冷地说 正是听出来了 我才不肯让步 这种事你越让 他越以为你可欺 就越猖狂 就昨晚的情势而言 百姓没有替贼 遮掩维护的 这是山东省三丝衙门 山东学政济宁殉岛 封县教育 平日教化友方 所以百姓寻良 这一条足足地给我写上 就是不提葛肖话 他就苦屈 向谁诉 原定计划是没有喊话这一条 是你的临时动议 这一条十分要紧 不然四面合机进村 暗夜乱中 要伤不少良善的百姓 这是我的疏漏 你可以不写 但我要附奏说明 你的文质见识就出来了 把我武的一头写出来 皇上阿玛晓得我能带兵会打仗 这就成了 他一字一板地说 什么太原 大同 唐山 府顺都有护矿队 葛肖话是胡说八道 这个 预先没有商议 我要抢你一半功劳 何以调臣 各个煤矿 铜铁矿 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 都要建护矿队 民间出钱 官府经营 回头我们派人回了复查 果真敷衍我们 管他阿贵阿贱的 我就办了这个葛肖话 刘庸听着不住点头 心下电躲 这笔歌虽然好舞 文事上也并不含糊 上气任侠里 不乏深沉干脸 咄咄逼人的气势里 另有一份温馨儒雅 孩子气里又透着大人气 如今贵戒子弟里 这样振作的 真是不多见了 只是就气量而言 似乎有点过分 精味分明 接牙必报的味道 正胡思乱想间 去听福康安说 只是几家李代官司一案 太令人犯愁愁了 刘庸思索着说 李代的儿子不孝 已经撤诉 这事不一再翻腾了 事情闹到军机处 朝廷脸面也要紧 小兰公的脸面也要紧 且也连着副相和家延脸面 我们不但官小 且是子植被 但也只是个 约束家人松弛的过错 为尊者会 为亲者会 这是礼 打发李几世娘母女 一个小康 各自写信给父亲 由他们老一辈的 背后劝诫也就是了 福康安默默点头说 是 好比写字 越描越丑 有些事啊 真是叫人头疼 正说着 听外头脚步声 杂踏进来 知道席散了 便住了口 问守在门口的黄复阳说 你和牙医们 一道清点俘虏的 林清爽 有没有下落 黄复阳忙说 在蔡阳当场就清点了 这是爷最关心的事 怎么敢马虎 林清爽自离扬州 就和蔡奇分手了 说去了台湾 福康安似乎早有预料 不动声色地说 跑了除一 跑不了十五 奏折里要写明 令付加骗 保留延青老大人 着台湾府严加缉纳 福阳 叫他们且回步到东书房后见 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 一个时辰后叫我们 说着 起身进了内屋 请客便听憨声如雷 刘庸却仍毫无倦意 着人精子扑纸磨磨 洗了脸 打碟精神 一边抽烟 一边打奏诣书信复稿 也不及细数 第二十四章 油滑老历 报喜仙荣 风雨阴晴 两霄建功 福康安 刘庸算计惊荡 山东上下文武都有功劳 独独把葛笑话亮起 让他有苦没地儿诉 但葛笑话老谋深算 比他们更精明 早就写好了报结信 拆专人 飞济直地 扬州御驾行载的军机处 比八百里加紧一船 还要便当快捷 这边言习久未开尊 肉不熟 他的信已经上路了 当日 正是几云当指 习惯成自然地 把一高骡子各地奏折 分门别类地捡着看 捡到葛笑话这一封看时 信封上密密麻麻都是字 严清宫小兰宫 拆转阿贵宫 为姚林崇儒大人 生擒匪首蔡妻 大劫一席 奴才葛笑话 拟手扣安 几云不经一个玩耳 见范石杰进来 笑着说 你见没见过 这么长的疯款呢 将信举起了阳了阳 几个军机张 远也都笑了 范石杰说 这就好比人家中了进士 接混混 比官府的惊爆 来得快得多 是讨个洗钱的意思 羊群里跑出兔子 比羊能 日他老了的 这小子 真个别 还不赶紧拆了 皇上整日问这事呢 老延青和傅恒听见 不知多高兴呢 几云裁减风口 看内心风 足足是份万言书 不知是哪个失业的手笔 一闪的寿金小书 精神硬朗 将福康安留拥 如何微服私访 闻遍不惊 密地调遍不属 迅雷不及掩耳 包围蔡盈 大军压境 十面埋伏 而蔡妻尚在梦中 又写官军连夜 如何奔袭侧影 人人手执长绳 拖带火把 以三百只威军 乘五千只宜兵之阵 贼匪黄聚 如入天罗地网 军民衙力 同心协力 共勤匪魁 种种情势 写得如同身力其境 目击无余 生花妙笔 时有经景之据 看的人神动心咬 说到他自己 葛萧华却是 谦逊惭愧不已